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我能够又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的主题是真正自由的含义 我们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真正的自由呢? 让我们先做出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满心的感谢你 今天来请求你来恩高使你的口 然后呢,让听的人,让看见的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祝福 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自由的含义 首先我们看看这字典怎么解释自由 在Miriam Webster这个字典里面呢 他定义自由为释放的性质或状态 例如在选择或行动上没有必要性、强制性或约束性 从奴隶制度或从他人的力量释放出来 这个是Miriam Webster解释自由的定义 然后当我在这个网上查询更多的详情的时候呢 自由在英文里面是说到freedom and liberty 自由的最基本含义就是不受限制或者是阻碍 束缚、控制、强迫和强制 或者是说限制和阻碍 就等于说他们的字典的观念里面 就说我们人有这个自主权 可以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后不受控制、不受约束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圣经里头所说的自由是什么 耶稣基督第一要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里面 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做 那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呢 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的 当时的哥林多人 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行在这淫乱的时代当中 就好像我们旧约的所多玛一样 很多人为了要遮掩自己的这个罪恶 他们呢就用了这个保罗所说的 凡事我都可以做的这个口头禅 来说自己没有罪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当保罗知道的时候呢 保罗怎么做呢 他重新解释凡事我都可以做的定义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什么 他说我们凡事都可以做 但并非事事都有益处 那为什么呢 他说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自己的身体 当我们放纵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行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说的第一个原则就是 让我们的身体不要放纵 不放纵我们自己的身体 然后呢 他说凡事都可以做 但我不受任何事的挟制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当我们没有小心的 去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陷在这个罪中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宝血 也当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其实我们已经是完全得着释放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劝我们 不要放纵自己的身体 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也知道 如果神的儿子已经释放了我们 就是最终得着释放 我们就应该真正的得到自由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拯救 他就是要释放我们 所以保罗再次的劝勉哥林多人 让他们不放纵自己的身体 要对自己的身体所做出来的 都要负责任 所以在这个自由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明白 第一个真理就是 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 我们已经从那最终 已经被解救出来了 那就是真正的自由 基督释放了我们 是要我们得着自由 所以我们需要站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 就是撒旦跟罪的独钩挟制 是的弟兄姐妹 这节经文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身心灵 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圣洁了 所以我们在罗马书12章1节的时候 他劝我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弟兄姐妹们 当耶稣基督从十字架 从我们的罪恶 完完全全释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圣灵 因为我们的灵 已经是圣洁的 我们的肉体也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更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子呢 不再进入到罪的当中 反倒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不要陷入在罪里面 免得我们又再次被罪挟持 我们就很难逃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保罗所要跟我们说的 圣经要对我们说的 然后呢 当我们怎么样去明白 这个道理呢 自由的真正道理呢 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里头 明白 你们必认识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们的听道 我们的研读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在学习东西 也在学习真理 所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敞开 让我们的心也敞开 明白更多有关自由的这个真正意义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真理 真理必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这自由是那么的宝贵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从这个圣经里面学到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 当我们要献祭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 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当作子民的 也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祂 来让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祂 哈利路亚 以赛亚书六如十一章一节里面 这里经文是告诉我们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 因为耶和华高利了我 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在前我医治伤心的人 宣告被鲁的得释放 被求的要得自由 哇 原原本本在以色列书里面 当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 这个我是指耶稣基督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地将的这个救恩赐予我们 我们也有这个自由 我们也有这个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能够传福音 能够自由地去传福音 传福音给谁 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 这些贫穷的人 他们是心里面受压制 他们是心里面受捆绑 他们是在他们的生活中 是那样的辛苦 我们就要将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在福音当中 在耶稣认识耶稣基督当中 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让他们的枷锁 让他们的这个捆绑 从他们身上完完全全地释放出来 让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更有这个权柄 我们也有这个自由 去传着福音 哈利路亚 让这些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 让他们知道真理 而从真理中得着真正的释放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耶和华真的是定义要拯救我们 因为耶和华自己说他是拯救者 那让我们再看出来的几三章第七节的时候 耶和华怎么说 他说 耶和华说我已经看见我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 听见了他们因坚弓的压迫而发出的呼求 当我们说到呼求的时候 我们很感恩 因为原来在祷告当中 我们也可以非常的自由 为什么呢 我常常说我们可以二十四七三百六十五天 常常求告主 当我们求告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上帝应运我们的祷告 耶和华定义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拯救者 不是我说 乃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有这个自由去明白 原来上帝要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脱离什么 拯救我们脱离完完全全的困难 在生活中的困难 所面对的事情 孩子的事情 家庭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上帝要做我们的拯救者 耶和华要做我们的拯救者 所以他要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困难中 把我们释放出来 而得着真正的自由 哈利路亚 圣经也继续那么说 使你开瞎子的眼睛 从监牢中释放囚犯 领出陷在黑暗中的人 那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使你开瞎子的眼睛 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其实是蒙着的 我们的眼睛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就好像瞎子一样 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求神怜悯 我们求神帮助 主啊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灵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真正听到你 听到你的指示 听到你的指令 听到你的答案 听到你的回应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这个自由当中 听见你的话语 主啊 这个是你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的圣经里面 完完全全明白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自由 是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真实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应用出来的 只要我们呼求 上帝说 你有自由来呼求我 我是你的拯救者 我要开起你的眼睛 我要你看见我 我要你听见我 我要你从你的心灵 你的困难中 我要把你释放出来 哈利路亚 万君之耶和华那么说 那日我要折断 他们颈项的恶 要砍断 他们的锁链 是他们不再受 外族人的奴役 耶利米书 三十章八节这么说 你知道吗 上帝要为我们征战 上帝要折断 我们颈项的恶 上帝要砍断 我们的枷锁 我们的锁链 我们手中所捆绑的 脚所捆绑的 他完全要断开 因为唯有耶和华 为我们征战 我们才可以得到 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我们的财务 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我们可以得到 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 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弟兄姐妹们 自由在耶稣基督里的定义 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抓稳 要抓住这自由的含义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田间的树木必结果子 土地必长出 庄家他们要在故乡安居 我要折断他们所负的恶 要从奴役他们的人手中 把他们拯救出来 他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定义要拯救我们 定义要将我们的锁链 完完全全的除开 将我们手上的恶 将我们的困难 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 你知道在诗篇里面 圣经也这么的说 我的主对我的主说 你就坐在我的右边 我要将敌人放在你的脚凳下 那个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 我的主对我的主说 这个主就是耶和华 对我的主就是对耶稣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吧 孩子你坐在我的右边吧 你看我 你看我 我要带兵出去为你征战 为你赢这场征战 你就安息的坐在旁边就好 坐在我右边就好 我要将那个敌人放在你的脚凳下 哈利路亚 这集经文是那么的安慰 上帝要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在这自由当中 他要你安息 他要你明白 他与你同在 他要为你征战 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 他是耶和华 他是耶和华 哈利路亚 因为他是耶和华 他为受压制的人 申冤 要赐食物给饥饿的人 要使被囚的囚者 完全得着释放 哈利路亚 你知道我们就是被受压制的 包括我自己 有时候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开启我的口 我就来祷告 因为我知道在祷告当中 当我把我的事卸下的时候 给神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安稳地坐在他的右边 看着上帝 看着上帝为我征战 看着很多事情会发生 你会看见你所祷告的 也会被应运 所以要相信我们的主 要在自由当中把你释放出来 哈利路亚 我们在生命当中 常常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财务的问题 今天呢 我要告诉你们 怎么样 在这个财务的真正的自由 你知道上帝呢 他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活忧虑 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 要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 身体不比穿着重要吗 你们看天上的鸟 它们不种 不收 也不在仓里 积存粮食 你们的天赋 尚且养活它们 难道你们还不如 飞鸟贵重吗 弟兄姐妹 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 上帝看我们如珍宝 如手中的宝贝 哇 我们是那块宝贝的珍珠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不要为我们的财务来烦恼 因为他说 天上的鸟儿也不收 也不种 也不养 他也这样的供应给它们 只要我们学习 将我们的忧虑 谢给神 你就会得着 这个财务的自由 感谢主 你知道吗 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财务上 完完全可以交托 我们还可以换取神的富足 我们看看这节经文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 上帝能够将各样的恩典 多多的赐给你们 使你们在各方面 常常富足有余 可以多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思考这节经文 当他说各样的恩典 多多的赐给你 恩典也包括了上帝给我们的财能 给我们的一切事 那我记得呢 当初我在做耶稣是谁的时候 在2016年 我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资金 来做这出音乐舞台剧 上帝给我尝尽了他美好的滋味 他让我经历了什么叫 他的窗户打开 然后呢 让我经历了富足有余的经历 上帝不只供应了我们的财务的问题 他也供应了我们演员的问题 资源的问题 我全心全意相信上帝的供应 上帝也全心全意的让我经历了他的信使 这就是我在财务上的 这个的自由 你知道吗 原本在榴莲壳那里要做演出 我们通常的想法就是要收入门票 但是当我在困扰当中的时候 还为这个财务 这个来烦恼的时候 圣灵给我了一个挑战 就是上帝亲自在我的耳边对我说 孩子啊 传福音不是免费的吗 他给了我这句话 我当时可以选择 上帝说我们有自由的这个意志 来做出选择 但是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就是当我做耶稣是谁的时候 我不收入门票 当我做了那个决定时候 我完完全全的放下 我不再为我的这个的财务的事情 来担忧 因为我知道上帝会供应 因为他已经告诉我 不去收门费 不去收入门票 我就在想不收入门票 我可以顶吗 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我是说死了就死了吧 就喊在以色帖所说的 死了就死了算了 卖家产吧 卖这个吧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 但是上帝确实是信使 祂是供应的 当我自由的选择 当祂让我有这个财务 不再受困扰 给我自由的时候 我跟你说 财务就来了 资金就来了 帮助就来了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你们的手上有什么呢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能够主的就主 能够帮忙在教会 做招待的就做招待 因为那个就是恩典 那个就是恩赐 你知道吗 在路加福音五章六章七节的时候 你看到彼得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了十多的鱼 网险些裂开 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了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都要下沉了 也换句话说 若你们手中的油 不用的话 我跟你说 很多时候这油就停止了 你们有服侍的感动 你们有恩赐 就要做出来 就好像这艘船一样 当时彼得说 对主说 没有鱼啊 打了整天的鱼 都没有鱼啊 但是耶稣说什么 再投多一次吧 再投多一次吧 就是因为他 再投多一次 他选择 他选择相信 耶稣的一个的策略 他就照样的把王投进 在海里 这个时候 他们经历了神迹的骑士 他们捕了很多很多的鱼 捕了又捕 捕到他的船都要下沉了 你知道当时 还有几艘船在旁边 是空着的 彼得就可能 喊着他们说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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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很多的鱼 你们来你们来 这里有供应 然后这个鱼 就一直的加添 一直的加添 好像福杯满意一样 好多好多好多的鱼 所以当你自己本身 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 你就要帮助别人 你去帮助别人 你不去帮助别人 有一天你的恩赐 就会收回去了 你再也没有那样的恩赐了 所以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 你有这个自由去选择 你要去帮助人吗 还是你要把自己的恩赐 你的恩典 上帝给你的恩典 你自己拿来用 保罗说 每一样东西我都能做 但是呢 要有意义的做 有意义的做 这就是他的意思了 赐农夫种子 又赐人 粮食的神 比加倍给你种子 使你们收获更多 仁义的果子 因为这是神 给我们的恩赐 就好像在 以利沙 就业的时代 那个妇人 那个寡妇 她说 我没有油了 我没有油了 以利沙对她说什么 去借 去拿 大大小小的都去拿 你来 把门关上 然后 拿了这个油 就倒在 每一个瓶子里面 每一个瓶子 都剩满了油 是福杯满意的 就流啊 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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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最后 最后 一个瓶子 里头都没有了 她说没有了 那个油怎么样呢 那个油就停了 就好像打渔夫一样 那个渔就停了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动 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你要去做 你有这个自由 去选择 要做还是不做 当你有做的时候 油就家庭给你 当你有做的时候 你就经历神迹启示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耶和华要使你们 凡事都蒙福 无骨满仓 你们的神耶和华 必在赐给你们的土地上 赐福给你们 上帝要赐于我们 五骨仓米 他要赐给我们土地 所以我们需要 为财物而酬烦吗 不需要 我们只要对我们自己 做出责任 我们的自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不要去犯罪 我们的身体定义 有这个自由 去做好事 我跟你说 上帝的这个丰盛 上帝的恩典 就会在你的生命中 彰显出来 哈利路亚 耶和华要为你打开 天上美好的仓库 使你们风调雨顺 凡事都蒙福 你们必借贷给多国 却无需向别国借贷 上帝要打开他的天仓 上帝要倾倒他的福分 在你我的生命中 这是何等的喜乐 上帝也说 他必使你 做手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 所以我们需要 为财物来酬烦吗 不需要 今天我们可以做出 一个自由的选择 我要怎么善用 我的钱财 怎么去善用 我的财物 你知道吗 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会得到 真正的平安 因为我们在平安里面 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感谢神 由于上帝是怜悯 清晨的曙光 必从高天 普照我们 照亮那些生活在黑暗中 和死亡阴影下的人 带领我们走出 平安的道路 路加福音一章78到79节 这么说 在耶稣基督里 有平安 耶稣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赐给你们的平安 不像世人给的平安 你们心里就不要忧愁 也不要害怕 圆福音实际上27节 也清清楚楚的 这样的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 不要害怕 不要忧愁 因为当我们害怕 当我们忧愁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眼睛是瞎的 我们会往牛角尖转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大家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忧愁 不要害怕 忧愁与平安 只是一线之间 你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 在圣经里面 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选择圣经的教导 选择耶稣基督赐你的平安 当我们有平安的时候 自由就来了 哈雷路亚 只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我必高枕无忧 上帝要让你睡好觉 上帝要你身体健康 他要你高枕无忧 他不要你烦恼 他要帮助你 让耶和华帮助你 哈雷路亚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因着一些的困扰 可能是不原谅的一些事情 来烦恼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呢 我要很鼓励大家 若我们还有一些不原谅别人的 我们今天要有自由的选择 自由的选择 有意义 对你身体 对你身心灵 有意义的事情 我奉劝 或者是我鼓励 大家劝戒你们 我们要将这个仇恨放下来 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圣经说 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放下我们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 我们要放下 若你不放下的话 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其实很多事情 很多时候 你所不原谅的人 可能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事件 但是我们还耿耿于怀 我们还拿着这个重担 若耶稣基督要在平安里面赐你自由 要在你的罪里面赐你自由 在你的生活里面赐你自由 我们是否也有这个自由去选择 放下 不要让各个的苦毒 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 你知道吗 病得康复得自由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没有一个健壮的身体 我们怎么去传福音 反倒我们还要叫弟兄姐妹 来服侍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着自由 并做一个刚强的人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生病的人是因着有罪 而使得他们不能有生命的突破 所以呢 生病的人应该请教教会的长老 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的身体 并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必能使病人痊愈 主必使他们康复 倘若他犯了罪 也必得着赦免 所以上帝 要先让你处理自己的罪 因为当你处理了自己的罪后 你必得着赦免 健康也来了 哈利路亚 你看看 这个血漏的女人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 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 耗尽了全部的积蓄 到处求医 但没有人能够医治她 妇人挤到耶稣的背后 只是摸了她 衣服的碎边 她的血漏就立刻停止了 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自由的去领受 这个的医治跟释放 但医治释放 也要做出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就是我们先在罪里面得着释放 让我们得罪的人 我们去原谅他们 当我们得到这样的自由的时候 身体健康就来了 哈利路亚 你的喜乐也来了 当我们得到自由的时候 你能够原谅的时候 能罪 生命中没有任何的烦恼的时候 不再忧愁 不再害怕的时候 你的平安就来了 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带来生命的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十股枯干 所以弟兄姐妹 我还是要劝诫大家 我们大家放下 我们彼此的来鼓励 我们放下一切的恩恩跟怨怨 当我们放下 我们又喜乐 我们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我们可以见到光明 我们可以见到光明的自由 烟花叫瞎子 看见 扶持被重担 所压的人 他喜爱义人 瞎子 就是说到我自己 有时候我们鼠林看不见 眼睛被蒙糊了 我们往牛角尖 我们看不见亮光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完全放下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新视野 我们看见了新的希望 我们看见耶和华赐给我们聪明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知识 给我们谋略 给我们能力 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看见这样的曙光 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明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这个自由 去做出选择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我要再次的来强调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 做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 的抉择的时候 就是用刚才我所说 保罗的原则 自由的原则 我们要学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意 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心意更新 是神 向我们赐的旨意 所以 当我们选择自由的时候 自由去做出 对我们身体 有意义的事情 圣洁的事情 荣耀的事情时 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他要我们心意 更新而变化 什么叫做心意 更新的变化 就是在我们的思想方面 在我们的思考 能力范围 求圣灵帮助我们 怎么去查验 我们自己的心理的状态 然后做出震荡 正确的回应 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扎根 让我们的心意 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明白 上帝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出 正确的选择 我们感谢神 最后呢 要跟你们说 要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圣灵的充满 你知道吗 在五星节那一天 门徒聚集在一起 忽然天上发出 一阵响声 好像狂风呼啸而过 充满了他们所有的房子 大家都被圣灵充满 得到圣灵所赐的才能 说取别的语言来 Hallelujah 我们感谢神 我们相信了耶稣 我们信了耶稣 耶稣将圣灵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 很有这个胆量的 跟圣灵说话 我们不需去胆怯 或者是害怕跟神接触 因为上帝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 给我们得到 给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 平安你的自由 自由你的平安 去跟天父沟通 去跟耶稣说话 与圣灵来合作 做你不能做的事情 Hallelujah 因为耶稣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以无罪之身代替不义之人 唯要领你们到神的面前去 他的肉体虽然被处死 但他借着圣灵复活了 Hallelujah 耶稣基督其实 他要我们真正的自由 他释放我们 就是为了我们跟天父 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感谢神 因为有耶稣 在我们中间做了中宝 他做了我们的桥梁 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 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 来寻求他 弟兄姐妹 那是何等宝贝的事情 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那是何等亲密关系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很迫不及待的 很迫不及待的 来向你们说 或者是劝诫你们说 你们来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怀抱里面 很自由的来到他的跟前 跟他沟通 听神跟你说话 我们每个星期五 都有这秦与炉的敬拜 秦与炉的敬拜是什么 秦与炉的敬拜 就是天堂的敬拜 我们以天连线 我们常常在 这个秦与炉的敬拜当中 我们经历了他的爱 他的爱深深地环绕着我们 若你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邀请你们 每个星期五都来 来这个平台 亲如的平台 跟我们一起来经历神 经历他的同在 经历他的爱 经历他要给你平安喜乐 在你的财务当中 得自由的那一份的爱 一起来经历 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 主义和华会跟你们说 我要使气息 进入到你的里面 你们就必复活过来 哈雷路亚 我们受伤的压制的 辛苦的 上帝说 我们要活过来 我们要从我们的 死因优谷里面 活过来 他要将这个圣灵 放在里面 使你活过来 上帝是灵 所以他要吹口气 让我们完全的活过来 哈雷路亚 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里头 能够与三位一体的神 一起来做他的事工 这是何等美的事情 哈雷路亚 所以最后 弟兄姐妹 这节经文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哈雷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大家 这个月份是非常重要的月份 今天是我们要宣告的月份 这个月是我们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的月份 这是这个月份 是使你得着 或者认识你自己身份的 一个月份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在思维方面 在思想方面 要得着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要宣告好的事情 我们的口里 要说出好的事情 负面的拉开 口里说出不好的 拿走 说人家闲话的 拿开 我们呼求的是什么 正面的 我们呼求的是好的事情来到 不要再陷入在你们的困难中 不要再陷入在那个黑暗之中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从最终释放出来了 那就是他真正的自由 若天父说 天父的儿子让你自由 你就得着真正的自由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有自由 哈利路亚 所以停止说 我很害怕 停止说 我太胆小 停止说 我永远无法做到 停止说 我不能 这个事情太困难 停止 反倒 我们要宣告 主啊 我们是有刚强壮胆的灵 主啊 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要在你的思想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要在我的财务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要在服事当中 我的时间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要为我的孩子来祷告 我要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读书 做事都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宣告好的事情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主啊 这个月份求你 求你 让我们再一次的进入到我们自己新的身份里面 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 让我们的身心里面得着完全的自由 主啊 你说 你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主啊 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超自然里面 让我们体会 还有真正的经历你的同在 主啊 释放你的能力 释放你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的在生命里面 得着你完全的自由 我们要感谢主 主啊 你来祝福我们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是的 谢谢你们收听 谢谢你们的聆听 我们再次感谢神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